加一一间百货公司的厕所里面 有一名清洁妇人在整理环境时 在垃圾桶里面发现 数捆的千元大钞 那么加总起来竟然有120万元 看到这么大笔的款项现金呢 他相当的急紧 知道这一定不单纯 马上报警 警方一追得知 原来这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收到了款项 先藏放在垃圾桶 等到这个收水的供犯前来 幸好清洁人员走了一步 让被骗的苦主心血的这个积蓄 一毛不差 全部都追了回来 穿着紫色上衣的男子 跟笔挺西装男 约好在嘉义百货公司外头 将手中的纸带转交给他 在一张纸条上签名画押后 双方就各自离去 不过这名西装男 随后拿着手中纸带 跑进百货公司厕所 过了好一阵子出来 但此时 他一手拿手机 另指手插口袋 似乎刻意将纸带留在里头 百货公司的清洁妇人阿淑 进去里头清理 赫然在西装男 逗留过的厕所马桶 发现好几捆千元钞票 数一数竟然多达120万元 阿淑知道 这肯定不单纯 立刻报警了 将大笔数字的款项交给警方 原来这名西装男 就是诈骗集团车手 而紫色上衣的男子阿红 在网路上听信投资诈骗 想得到高报酬获利 领出所有积蓄 120万 车手现金到手之后 立刻藏匿在厕所垃圾桶 让收水共犯前来取走 收水共犯还没到 好在有清洁父阿淑 积极的巡视商场环境 早一步发现了 这笔百万现金 让苦主阿红 被骗取的款项 一毛不差 全部追回来 记者张静荣 嘉义报道